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对金机遇,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 通常来说,积累财富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,尤其是当你还在刚刚起步的阶段,尤其慢得让人崩溃。 很多已经赚到了很多钱的人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。 查理芒格就是其中一个,他曾经说过,赚到第一个十万刀简直要人老命了。 虽然这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股东大会说的,但是这句话到今天仍然适用,并且在我们的余生当中,这句话也会一直都适用。 实际上,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他们人生的第一个十万是最具挑战性的里程碑之一。 当然,第一个一百万也很艰难,很多人都想着有一百万美元就要提前退休了。 如果认真计划,细致地做好预算,恰当地使用你的金钱的话,一百万就能够在未来许多年里为你提供非常舒适的收入了。 或者经过多年以来的不懈努力,你也可以用它来建造你梦寐以求的房子。 然而,存下一百万就需要你每年存三万三千美元,一直存三十年。 换句话说,这根本不现实,因为你每年还要去度假,还有按揭贷款要还,有孩子要养,还要送他上学,这个数额实在是太多了。 靠着一份固定的工作产生的稳定的收入是很难做到的。 大多数人就直接放弃一百万美元的这个目标了,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制定的计划。 在你看来,这只适用于那些开始创业,或者幸运地含着金汤石出生,有有钱的父母的人。 所以你决定直接放弃,把精力集中在实现小一些的目标上。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,我们就要通过一些基本的数学计算,来帮助你重新构建对于一百万美元的想象, 并向你详细解释一下,为什么你赚到第一个十万美元是这样的困难, 但为什么赚到你的第一个一百万美元反而相对容易了很多。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,记得要点赞订阅。 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。 第一个行动,投资。 如果你真的想要让你的钱不断增长,那光靠赚到手的钱或者银行余额就远远不够了。 你要探讨的是,从现在开始增加你的财富和净价值。 虽然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怪怪的,但是如果你想要终有一天能够达到你心目中的目标的话, 那这就是必经的步骤。 重要的问题在于,为什么要把重点放在这里呢? 那是因为大多数人只能够通过财富的积累,才能让自己的资产累积到十万美元,一百万美元。 财富积累就是从多个来源获得长期收入的过程。 这当中不仅包括你的工作收入和储蓄,还包括你的投资和你拥有的所有能够产生收入的资产。 明智地规划你的财务,并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财务目标是财富积累的重要方面。 但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,那就是投资。 对于有些人来说,投资可能让他们望而却步,充满了神秘的气息,他们缺乏投资的知识,害怕自己会亏钱。 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钱,或者有意无意地把投资一拖再拖。 风险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概念,我们大多数人身边都会有那种非常谨慎的同事或朋友。 他们都认为投资的风险实在太大了,对此完全是避之不及。 但就像我们人生中很多事情一样,常常都是万事开头难。 当我们看到重点线是如此遥不可及的时候,往往是最艰难的。 这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要把事情推迟一点,再推迟一点。 所以你要记住,很重要的一点是,投资并没有那么多艰难和可怕。 只要你具备了相应的知识,注意观察,有洞察力, 你就可以从今天开始投资,为你的第一个十万,一百万积蓄力量,不断朝着那个目标前进。 但就像之前提到的,查理芒格说了,赚到第一个十万刀,简直要人老命了。 要赚到这么多钱,你必须要绞尽脑汁,时刻紧绷神经线, 牢牢记住你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很有帮助的,但你也必须要知道如何通过一个具体的计划来实现你的目标。 如果你是那种很少做预算,或者从来不去追究自己钱都花去哪儿的人, 那你现在就该做出改变,开始做预算了。 做预算有助于你端正态度,因为要想赚到你的第一个十万,就必须要事事都要节省,一分一毫都要计较。 你需要创建一个旨在帮助你实现目标的预算。 记住,就算你有在投资,那也要注意省钱,积少成多,积杀成塔。 所有省下的小钱加起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 你要减少自己每天喝星巴克的习惯,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上班,而不是每周都要开几天车。 如果你能够先保持良好的心态,制定严格的预算计划,那么肯定还可以自己探索很多更容易省下钱来的方法。 你要记住,当你的投资组合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,复利就会自然而然地为你创造奇迹。 尽管投资回报率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提高,但你的收益却会以惊人的速度上升。 如果你能明白,所有小小的牺牲都能够帮助你更加接近你的第一个十万刀的话,那么你的旅程也一定会走得更加顺畅。 我们可以看一下,假设你每个月储蓄并投资250美元,或者说每年投资3000美元,年利率为7%,那么你的净资产将在17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增长到10万美元。 而这当中你投入的金额为52,250美元。 然而,如果你每月投资500美元,或者说每年投资6000美元,你将在11年零两个月后达到10万美元。 而这当中你自己投入进去的钱为67000美元。 如果你能每个月投入1000美元,也就是每年12000美元,那么你就需要6年07个月时间达到你的第一个10万美元的目标。 这个时候你的投资是79000美元,赚到的回报是21000美元。 你现在投资的每一块钱都对你的财务成功至关重要。 所以说,只要你能够做到你投资的越多,你就会越早达到你10万美元的里程碑。 要知道,我们还有更大的目标,还想要赚到100万美元。 所以,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 你想要赚到自己的第一个100万,现在你已经手握第一个10万了,这是挺大一笔钱了,反正肯定是能够超过很多人了。 但是,你真正的目标是100万美元,我们知道,你心里在想什么,难以企及,难于登天,天方夜谭。 但我们要说,这条路虽然漫长,但是却会比你想象中的容易很多。 我们以小美为例,假设小美每年投资1万美元,那么当年利率为7%的时候,它的净资产就会在7.84年,也就是7年10个月的时间里达到10万美元。 再有5年一个月的时间,小美就能攒到下一个10万美元。 如果她接着每年投资1万美元的话,在年利率维持在7%的情况下,她积累到10万美元,所需要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。 虽然她每年投资的钱的数额还是一样的,但她赚钱的速度却越来越快了,她以前存下的钱都成了她背后的力量,默默地为她工作,每年都以更快的速度提升着她的净资产。 这张表显示了在不同的年利率下,每年投资1万美元,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多存出10万美元,最多能达到200万美元。 我们还是沿用小美的例子,年利率为7%,每年投资1万美元,我们会看到这个统计数字简直要让人惊掉下巴。 她要花费7年零10个月的时间把她的净资产从0美元提升到10万美元,然而只需要6年零4个月,她的净资产就能从60万上升到100万。 这说明当你存入了几十万美元的时候,复利的潜力就是不可思议的。 获得第一个10万确实是千难万难,但是一旦你做到了,剩下的苦力就由你的钱来承担了,你坐享其成就可以了。 从这个表格里我们可以看到,不论存款的年利率增加多少,你都需要7到8年的时间才能存下自己的第一个10万美元。 这是因为在你刚刚起步的时候,你存下的数额比你投资的回报更加重要。 这张图表显示了根据每年的储蓄额,每收获10万美元需要多长时间。 在这张图表当中,我们假设投资的年利率是固定的,就是7%,不论年利率是多少,这个数学算法都是适用的。 年息率7%,固定每年投资1万美元,只是我们为了方便你理解而采用的一个例子。 但其实,这张图适用于任何利率,任何金额的投资。 由于复利的存在,随着时间的推移,你的净资产每年都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。 当然,这也有限制条件,通常只有净资产达到10万美元的时候,你才能够充分体会到复利的美妙。 在这个阶段,你就是在不断地投入,力求投入足够多的钱,将来收获丰硕的果实。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,如果你攒下自己的第一个10万美元所花费的时间比你预期的要长,不要灰心。 因为这是你有史以来最难达到的10万,而且花费时间比预期的要长,真的再正常不过了。 然而,等你跨过这个门槛,等待你的将是一片坦途。 我们还要说一点,那就是,我们没有把收入的增长考虑在内,你的收入很有可能也会逐年增长,这样你每年的储蓄额就会越来越多。 当你每年投资的金额越来越多的时候,你的本金就会越来越雄厚,再加上复利的作用,这样你的净资产曲线就会更陡峭,积累金钱的速度更快。 所以说,赚到你的第一个10万是最困难的,赚到第一个100万就要比这个容易得多了。 那么,你现在的本金是多少呢?按照我们给出的表格,你积累的第一个10万又需要多久呢?在下方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吧,让我们互相激励,共同进步。 不要羞于其耻,屏幕前的你们很多都处于20多岁的年纪,对你们来说,还有比金钱宝贵千倍万倍的东西,那就是时间。 从上面给出的表格,你可以看到,除了利率和每年投资的金额之外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,那就是时间的长度。 要知道,巴菲特从14岁就开始投资了,到现在,他的投资历史已经有70多年了。 时间是复利创造奇迹的重要条件,而你现在就拥有时间,能够充分利用复利,能随时间积累的还有智慧。 你遇到了我们,就是积累智慧的绝妙途径。 打开我们的播放列表,就能够观看海量的自我成长和财商发展的内容,帮助你在未来道路上走得更加顺畅。 我们下期再见吧!